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创造这个现金流量就会有一个稳定的现金流量的部分 低波动的标的我们抱起来会更有一个安定的感觉 过程请上来 还有一点他刚刚讲了 最好是波动低一点点 因为我们要放场了 所以低波动抗压性就会比较够一点 所以帮我们做一下举例说明 好 我们先来看一下今天我们举了三档 在台湾比较具有代表性的ETF 那第一档是元大台湾50 0050 那第二档是元大高股息 是以股息为主的0056 那第三档就是元大台湾高息低波 是00713 那我们今天会利用这几个方式的 第一个看他选股的方式 第二看他一个年化的一个报酬率 再来看他一个年化的一个波动的程度 再来看一下大家关心的殖利率的一个部分 对 那另外现在配息的频率 开始在今年有一些标的有一些改变 所以我们看一下他配息的状况 配息的频率 有人呢是一年配一次 有人是半年配一次 所以一年就变两次 更有人呢他是一季配一次 那一年就配四次了 都不相同 对 再来就看一下他的一个成分股 到底有哪些成分股 好 帮我们比一比了 来逐一说明选股方式 好 我们先看一下元大台湾50 那元大台湾50 他是挑选市值前50大的 这些上市贵的公司 直接看一下他的一个成分股 持股的部分 台积电 鸿海 联巴科 就是一个大型的公司为主 都是龙头的 龙头公司 好 再来看一下第二档是 元大高股息0056 那元大高股息呢 他是挑选市值前150大的公司 那从里面去挑 预测未来殖利率会比较公司 比较高的公司把它挑选出来 对 那我们看一下成分股 就可以很明显看出来 长荣 联酉 联邦 联巴科 那这三家公司 在去年前三季的财报 其实都赚超过四个股本 40块的EPS以上 所以他的获利不错 那00713呢 那00713他是用市值前250大 范围再放大一点点 但是他选股的这个方向 有点不太一样 他是利用财务指标来选股 那什么叫财务指标啊 包括了像这个股东权益报酬率 或是他股息配发的一个品质 那从这个里面的指标去看 最小波动的一些标的 把它挑选出来 那我们看一下相关标的 以这个台湾大为例 这就是我们所谓的电信类股 电信类股一般我们来说 它就是所谓防御型的 低波动 低波动的 它其实可能一年赚五块 配个四块半 股息非常稳定 类似这种标的 再来看一下历史年化报酬率了 年化报酬率的部分 我们看一下台湾五十的部分 它的年化报酬率是 11.2个percent 那在原大购股息 是7.22个percent 在这里 再来看一下 原大台湾高息低波 那这一档 它的报酬率是10.9个percent 当然我们看起来 这个原大台湾五十 看起来年化历史的报酬率 是表现比较好的 这个高不要删 接下来是波动率 那波动率其实讲的就是 股价它一个变化的 一个大小程度 一般我们会看 假设我是胆子 比较大的投资人 我可能就买波动大一点 如果我是比较保守投资人 我就买波动小一点点 那请问一下 如果股价每天都上冲下洗 这就是波动率大 如果大盘剧烈震荡 可是它只有这样 那就是波动度小 可是波动度小 当然比较不会有 这个剧烈震荡的感觉 可是它的这个 你可以买低卖高 可以赚的价差 也比较小一点点 就端看你喜好了 所以如果波动度来看 波动率来看 那我们看一下 台湾50的部分是20.2% 那依序 云大高股息是16.5% 那云大台湾高期低波 看起来波动率更小了 是14.4% 所以波动比较小的 就是在云大高期低波 00713 请问一下年化报酬率 报酬率当然是越高越好 越高越好 如果我们是为了退休打散 时间放长的 那么波动率应该是越低越好 越低越好 难怪你会打勾勾 再来一个历史年化 殖利率呢 殖利率部分 台湾50是3.72% 那这个云大高股息 仍如其名 我们看到殖利率是8.16% 表现不错 那云大台湾高期低波呢 也不错有7.36% 但是比较以历史的一个 殖利率来看的话 年化的表现 还是元大高股息 表现比较好 这可理解 就像您刚刚说的嘛 因为它是挑市值前150大当中 预测未来一年 股息殖利率最高的50大 它挑的就是高配息的嘛 所以您看它的殖利率来看 就是8.16% 所以打勾勾的是在这儿 接下来配息频率呢 那刚刚给我讲到以前 可能配息频率是一年配置 那现在开始有些调整的 跟上国际的潮流 那像元大台湾高期 它是半年配一次 就是分别在1月跟7月的时候 所以一年配两次 一年配两次 对 那元大高股息 目前还是用年配的方式 大约每年10月会来配息 一年配一次 对 再来元大台湾高期低波 它现在是改成季配 每一季来配一次 分别是3 6 9 12 各配一次 一年配四次 我之后有机会 再来教您 一年12个月 用什么样的ETF的布局法 可以越越领到息 越越配到息 是有技巧的 不用急 好 接下来 那我问您 这三个勾勾存在着 假设 如果我们年长了 因为退休打算 是不能冒什么风险的 就一定要这个低波动 然后高配息的 这个这样子对不对 所以我们可以用低波动 搭配一些高股息 来做个投资组合 是嘛 如果要退休 可是年轻的 我告诉你年轻的 很感冒风险 就像刚卫成说的 波动比较大的 像在0050 为什么要波动大 因为它都是权重股 大的公司在这里面 所以大盘如果 上冲下起剧烈震荡 或大盘再往上急冲 往下掉的时候 它的震荡都比较剧烈 因此年轻的 比较胆子大 想要赚价差的 像这个 我来一个应该星号好了 如果年轻的 想要赚价差的 是不是就这个 但是又怕说 如果太过剧烈 那我至少有点点席 来保本 不过老婆会骂我 我还得养小孩 所以如果想赚点价差 又想要领席的话 是不是就这两个配对呢 没错 可以 所以年长的看三角形 年轻的可能看星号 好把它清掉之后 知道长线投资ETF 必备的三个条件 接下来我们就要去找 三个条件之外 那么长线投资ETF 我可不可以定期定额 为什么呢 因为其实我们在投资的时候 大部分投资人 比较不会一次 把一笔资金全部all in 比较适合的方式 就还是用所谓的定期定额 分散风险这样的一个概念 长线的布局 你也觉得应该是 定期定额比较好 对 因为你可能 我可能如果是 刚好在去年 我一笔all in下去的话 我可能满在高点 对耶 对这个风险会比较大一些 我们来一个白板 把那个all in 跟那个定期定额的观念 说清楚 也就是呢 行情会这样子剧烈震荡 因此呢 刚刚魏晨说的好 假设你现在帮我换红色 有一笔资金 也许呢 10万20万 大家不是刚领年终奖金吗 如果所有的钱 都压在这个地方 布局在这 那糟糕了 之前不就18000的高点 或17000的高点吗 你可能全部都买在高点 可是如果换成黑色 假设你是定期定额 你知道多少好处吗 定期定额 这个地方扣3000 3000 3000这样扣 那因为呢 行情如果在做修正的时候 30003000这样扣 魏晨之前你讲过了 如果跌的比较重的时候 在低档 也许你可以定期不定额 变成了5000 假设涨起来 你也是一模一样做哦 也就是呢 5000啊 30003000这样子 请问我这么一化 不就来到了 换成红色 因为你都是每个月 定期定额这样的布局 因此到最后 你知道你的布局成本 不是在这儿 很贵 也不是在这儿 很便宜 您的布局成本 会在中间值 甚至偏低哦 这就是标准的 微价曲线 对不对 所以定期定额 常见投资 应该采这个方法 对 是吗 OKOK 把它清掉之后哦 你看因此呢 我们刚刚的那一张 说明了 常线投资ETF 定期定额 也是不错的策略 那您帮我三种情境 推演一下咯 过去三年 市场呈现一个 比较大幅的波动 好像2020到2021 是呈现一个多头格局 那我们看一下 这两年呢 其实大盘涨了 50个percent 对 那在去年2022 刚好又到一个 比较空头的走势 那去年整个大盘 是跌了22个percent 所以我们就利用 这个所谓的回测的 一个情境来分析 针对这三档ETF 原大台湾50 0050 原大高股息 0056 以及台湾高息低波 00713 这三档一符 我们做一个情境的回测 好那三种情境先说明 这个情境是大家比较熟悉的 就是每个月固定金额 叫定期定额 这样的方式 我们来做一个分析 每个月的月底 投入固定的金额 待会再试算给您看 那第二种情境呢 第二种可能是天选之人 我每次只要进场 我变成是助攻的角色 都股市都是在 价格都来到相对比较高的位置 那当然可能我自己买 就会套到比较高的位置 每个月一样定期定额 可是我就是 so sad你知道吗 都会摆在最高点 有点点倒霉嘛 所以这种 如果不小心又追高 那第三种情境呢 第三种情境就是 有些人他会觉得 定期定额它累积 这个投资的一个速度太慢 那我希望定期定股 固定的单位数 所以这个是定期定股 每个月固定时间 可能呢你5号领薪税 那就6号 然后去买100股 100股的买一档ETF这样子 我发现到 你看期间是 2020到2021 当作一组这两年 2022去年反而当作一组 这是一年为什么 因为我们要看 就是在多头的行情 跟很标准的空头的行情 我们去做这样的一个 情境的分析 会造成怎么样的一个结果 确实耶 2020到2021 是走大多头 来你往下方看 2020到2021 这两年台股 从一万两千多点 涨到一八二一八 涨了百分之五十 可是呢去年的空头 来表现如何 从一万八千两百点 跌到一万四千一百点 跌了22个percent 所以就多头 你如果这个策略 是怎么样 空头的去年 你这个策略又赚赔如何 是 好来说明 那我们看一下 如果每个月定期定额 就是每个月底 假设我们用一个月底的 情境固定的金额 我们从三千元的小额做起 就是算是一个投资的一个入门的门槛 对三千其实对大学生 如果有打工是OK的啦 没错 那如果是在这个多头的时候呢 我们看台湾元大五十 报酬率是29% 高股息是9% 那元大高息低波是18% 它算比较多 台湾五十比较多 大概是-8%左右 元大高股息是-11% 那高息低波是-9% 看起来 这个元大高股息 这个绩效是比较不理想一点 但是哦 就算去年一整年走空头 我刚刚不是讲了吗 去年大盘跌两成二 他们可是跌这样 它约率也才跌一成一 都比大盘来的抗跌 对不对 所以ETF 请问一下 ETF之前您说过 它是追踪指数的 指数内包了一篮子的股票 但就是吻合条件的这些标的 被挑进来 所以呢 是不是因为标的比较多 它也能够分散风险 没错 漂亮 好 再来呢 这一个 刚才讲到 如果你都是成为助攻王 我们买台湾五十 报酬率看起来 也没有差很多 25% 高股息是7% 那台湾高息低波是16% 对 但是在空头的行情的时候 我们看如果是买到最高点 看起来这个绩效 会比较不理想一点点 台湾五十是负12% 高股息是负15% 那另外在高息低波是负11将近12% 可是呢 就算它在空头的时候 负的也没有大盘 对不对 我们是分散风险的概念 分散风险嘛 但确实啦 因为你真的就是每次都 不小心追在最高点 所以你看 这边的报酬都比这边 还要来的差 因为你都追在最高嘛 对 好 那第三种呢 定期买定额的股数 对 固定的一个单位数 那在多头的这个时间点 可能我们就是用这个G少乘多的方式 每个月我们就先买100个单位数 100股 用这样方式来做起 所以我们看到如果是用这个 定期定股的方式 在多头的行情 我们看到台湾50报酬率回载的绩效 会有24% 高股息会有9% 那在台湾高息低波会有17% 那如果是这样的方式 在空头的这个行情的时候 台湾50是-10% 高股息是-14% 那原来台湾高息低波是-10% 这张呢 我把它看完了 不管你是用哪一种情境 几乎可以得到一个最终的结论 正报酬 说实在都没有大盘来的强 多头的时候 空头的时候 付报酬 坦白说 也没有像大盘跌得如此之重 避险跟抗跌 待会儿未尘还会读出了 更多的悬外之音 因为我现在急着问了 他的个性跟我的个性 怎么会一样呢 每个人风险承担的属性都不同 所以如何去找适合自己的ETF 依据刚刚我们回测这个迹象 所以我们可以去看 其实因为每个人 都有不同的一个风险属性 所以找到属于适合自己的投资方式 这个是蛮重要的 那根据我们刚才讲的这三档ETF 因为其实市场上 还是有蛮多类似的ETF 那我们就举这三档 一样具代表性的 我们看一下 积极型的 你就可以来看 元大台湾50 因为元大台湾50 它是着重资产累积的成长 它可以承受较大的价格波动 因为它的波动度比较大嘛 就像刚才讲的 如果你是比较大的人 我们可能就适合比较积极型的投资 对那另外还有就是稳健型的 就是元大高股型 类似这样类型的ETF 因为它有稳定的现金流量 如果你有现金流量的需求 这个现金可能每一年 固定的时间都会有金额入账 我们领得到钱 就觉得会比较放心一点 就好像一年领一次年中 奖金的道理一样 所以你只在乎一年领 给自己一个大红包 那就可以布局0056 那713呢 那保守型呢 就可以挑这个元大台湾高行低波 因为重点是什么 低波动嘛 所以如果你想要简单投资 那你的偏好 就是不要波动太大 就我不用想太多 波动小一点 那我又有不错的股息可以领 就是保守型 我们就可以看一下这种 台湾高行低波 这样类型的ETF 听起来看这个 刚刚不是针对上一章的表格吗 读出了最重要的结论 听好咯 如果行情在多头 假设行情还在走空头 修正期间 或者是 您才刚未成交的定期定额 等到什么样的时间点上 你可以定期不定额 同样的这个月 钱进去 但是呢 可能3000变成5000 这三种情境 应该呢 我们如何运用 刚刚三个ETF的配置呢 来请说 好 但在多头的时候 其实我们看到 用基优股去掌握基效 其实是比较好的效果 那这我们还是要提醒 空头的时候 还是不要追高 为什么在多头的时候 要去找基优股掌握效果 我们回到商业来看一下 就知道 所以如果我们是买 这个所谓的基优股 我们着重的是资产的 一个成长的速度 我们看一下 这个元大台湾50 在三种情境里面 在如果是定期定额 这个在多头的行情 它赚了大概29% 对耶 那如果在这个 我是每次都是 这个买到最高点 我是助攻王的话 看起来这个基效也不错 有25% 落差其实没有太大 那如果是 月中买入固定的股数 这样的情境 其实它的报酬率 也有24.5% 那相对这个高股息 或是这个高息低波的ETF 你看它的报酬率 其实它的涨幅 就是比较明显一点 如果行情在修正期间呢 那修正的期间 就像去年2020 这比较空头的行情 就比较适合用 低波动这样的ETF 来去做个操作 三种情境 我们看一下 台湾高息低波 它的报酬率 分别是-9% -11% -10.3% 那看起来 它的一个 所谓的一个 负报酬 都比其他的两打ETF 来的更有收敛的一个情况 那如果是定期定额 或者是加一个定期不定额的 对因为很多投资人 他可能在投资ETF 他还是想要是 以这个高配息为主 所以高配息的部分 我们就利用定期定额 或是定期并额 刚才讲到的 就是低档加码 这样的概念 去来灵活运用 虽然刚才提到 元大的高股息 在这三种情境 那另外分别是 在多头跟空头的行情当中 看起来绩效 是落后另外两档ETF 不过我们一开始有提到 元大高股息 它的年化的一个历史的殖利率 有八个percent 我就是说 你买这档ETF 其实你每年 是把比较多的这个现金股息 放回自己的口袋 来帮我来一个拜一拜 他刚有说 0056是要放长的 所以我们举例 刚刚说 他配给你的息是八 假设 这边的股价是100块 所以股息殖利率是 息除以股价8% 换红色 如果股价往下掉 假设我们掉到80块好了 配给你的息 八块钱是不改变的 因此8除以80 这样子算下来 你的股息殖利率是10% 就是刚卫生讲的 本来8%的股息殖利率 现在股价一跌 跳高股息殖利率 来到了10% 但话说回来 您刚刚讲到一个重点 就是配给你的息 要继续滚入 进行定期定额的买入ETF 不是这个意思吗 对 没错 但最后一个 长期配息再投入 复利概念 创高现金流 这什么意思 就是有些投资人 他可能现在买ETF 他不用急的领息 他可能是为了 未来10年或15年之后 他退休要运用的 所以如果在这个时间点 我们领到息 我们把它再投入去做投资 就是我们说的 所谓的复利的效果 然后我累积了10年 15年之后 把我这个pool 把我的投资组 养大之后 等我真的退休那一天 我就可以帮我的退休金 来做个加码 那我们这边搭配一张图表 就是说做一个长线投资 ETF到底有什么好处呢 其实在上一次节目 我们也提到 就是你不用去 烦恼一些选股的技巧 也避开选股的盲点 因为人家帮你挑好了 对对对帮你挑好了 那我们看一下 虽然去年整个大盘的绩效 是比较不理想的 但是我们回顾一下 以这个最近的这个收盘价 来这个观察 0050最近的收盘价是多少 116 记住哦 这很重要 大国呢 最近的收盘价在这个价格 写给您参考 好 再来0056 0056大概是在26块左右 好 713呢 713大概是在37块半左右 OK 然后呢 好 如果我们把这个价格 加上我们这三年 已经领到的息 把它加回去 116加9块钱的息 那我们这个价格 其实是大于我们三年的 一个平均投入的成本 我懂了 116加9.1 大概是125多 然后你看 如果我们去看一下 均线概念 多少时间内的平均成本 你看三年 三年线就是三年的 平均成本是118.3 所以如果你把 现在的股价 把习加进来 比成本布局的价格 还来得高 所以还是获利的 还是获利的 0056也是一样吗 没错 因为它是 现在价格大约在26块左右 那我们把过去三年 已经领回 放到口袋的息 5.5块加上去 是31.5 也是比三年的平均成本 还要高 又对了 再来 在007.3 最近的价格是在 37.5左右 那过去三年 它已经配发了 7.75的息 那一样 价格加上 我们已经配发息 大概是在45块左右 那也是高于三年的 平均成本 好 终于明白 为什么很多投资人 台湾投资人 会ETF用 定期定额的方式 而且是长线 在做布局 这个图表 已经说明一切了 因此呢 提醒您 行情多投 或者是空投 修正期间 地级电额的策略 还有长期的配息 再投入 这个运用都不一样 最后压轴的来看一下 那下礼拜还有重要的大事 好 首先看一下 下礼拜会有 联电的法说会 那我们大家都非常关注 现在半导体库存 调整的一个情况 所以在联电的法说会 我们可以也会 听出一些端倪 礼拜一 礼拜一 再来看到就是 蛮重要的就是在 这个美国12月份的 这个生产者物价指数 先说一下 11月份的一个数值 年增率是7.4% 那这一次市场上预估 大约会在6.8%左右 所以这个年增率的幅度 是往下走的 那生产者物价指数 其实它相对来说 我们就是看一个 通膨的一个 一个前期的数值 因为生产者就是 物价指数就是 我要生产一个产品 我要买很多材料 那如果这个材料变贵 代表我这个产品 可能价格也会 售价也会变高 那当然当消费者 在买的时候 我可能我的消费 这个金额也会变贵 所以这是通膨 蛮重要的一个数据 观察通膨 好 感谢卫城 非常谢谢您了 下礼拜重要大事 也跟大家做一下补充 甘请归纳一下 今天的卫城针对 国人很喜欢的 长线布局 ETF 拟定了一些的方法 跟大家来深入探究 必备三个条件 因为它是追踪指数的 指数里面 有重要的成分股 指数内的成分股 必须要是好的 继续成长 而且呢 该党ETF 也必须是高股息 高配息的 最好 如果我们是放很长的 过退休生活的 不要波动太过剧烈 这样子心脏 也会受不了 因此呢 要低波动 让自己报长时间 才能够安心 如果以年化报酬率来看 现在呢 是0050比较高 波动度来看 当然是00713比较偏低 波动度低 好 报酬率高 好 殖利率的部分呢 大概是7到83之间 0050为什么 殖利率比较偏低 因为它跟着大盘 亦步亦区 所以呢 不同的属性 操作 选择 当然也不相同 未曾针对呢 三种操作策略 同样都是定期定额 但是呢 每个月的月底 投入固定的金额 比如说这3000块 或者说 我们也是定期定额 但是呢 就是这么样的 blocking嘛 每次都买在最高点 所以如果blocking 又会如何呢 还有月中 如果每个月固定的时间 买固定的股数的话 那么报酬情况 又如何 结论来看是 当行情走大多头 他们 0050 0056 00713 都会是正报酬 但正报酬的幅度 没有大盘 来得多 可是呢 当行情那一年 如果走空头的话 713 0056 0050 它的跌幅 都会比大盘 还要来得抗跌 这就是我们在乎的 因为呢 如果多头的时候 多少 大家都是会赚钱的 提起您 如果您是积极型的 因为0050 刚卫生讲 它波动比较剧烈震荡 跟随大盘的步调 大盘如果这样 它也爬得快 大盘如果这样 它也掉得快 因此呢 积极型的 就挑中 0050 只在乎长线领袭的 那就要找稳健型 如果您个性比较稳健型的 那当然就是0056 因为在乎的是现金流 稳定的收入 保守型的 不能剧烈震荡 最好是低波动 00713 当然呢 大环境也得看 大多头的时候 用跟随大盘步调的 0050 掌握绩效 在空头的时候 修正的时候 早要低波动的 713会很抗跌 定期定额或定期不定额 0056 把习滚进去 是最优的好处 刚刚未尘还特别整理了 如果长时间 您用配出来的习 再滚进去投资 ETF的话 三档都可以 当然下个礼拜重要的大事 提醒您17号就要封关了 祝您新年快乐 当然呢 18号还有 美国的这些重要的数字 全部都要丁仔细了 还有法书会 以上结论会成正确吗 没错 感谢您 当然到了明天 我提醒您了 时间就这么走着 今年的3月31号 以前 要把2022上市委公司 一整年的年报 全部都公布 但年报数字那么多 我们该怎么看 专家交换您 三个重要指标 非看不可 我们明天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